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造成人心惶惶和社会不安 医护人员担任防疫第一线 不仅守护全民健康 同时具有安定民心的力量 金门航空站主任洪念慈 10号准备防护手套 还有本地厂商自制的医疗口罩 还有饮料等物资 感谢快塞站工作人员服务民众的辛苦 有感于机场第一线防疫的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的辛苦 航站主任洪念慈 也感谢快塞站工作人员服务民众的辛苦 由金门县卫生局局长李锡新代表接受航站的慰绕 并统筹分配第一线人员使用 希望为大家加油打气 让医护人员很感动 我们金门机场快塞站在卫生局的跟航站的努力之下 终于把它开办起来 那这个从5月26号到昨天为止 我们大概统计 从台湾回来到金门的旅客大概有2023人 那在这边快塞的部分也有达到1500人 那我们感觉说我们快塞站的同仁在这边 因为服务我们的乡亲 也相当的辛苦 所以我们就航站准备一些东西 来赠送给我们快塞站的同仁 在这么辛苦的为我们乡亲的服务 那这边呢我们也还是要呼吁了 那我们的乡亲尤其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快到了 那尽量不要移动 那就少出门 在家里少勤聚 那最重要的呢 还是每个人都要口罩戴好 那要勤洗手 做好个人的一些防疫作为 让这个疫情早点过去 让大家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 今天主要是还是表达 我们对快塞站同仁的这些辛劳 而用意在此而已 好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金门航空站主任洪念慈也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县政府从5月26号 在上亿机场设立快塞站以来 旅客接受快塞比例是大幅提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